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布里斯坦百家门讲座 欢迎各位第一次或者多次来的 因为可能第一次来的多次 今天我们请到了延恒明博士 讲一讲有关汽车汽油方面的一些题目和知识 我相信通过这个讲座 大家对汽车汽油的知识肯定有一个比较大的非议 我认识延恒明先生大约是1990年左右 当时是通过Nutual Frame 就是我们都认识的朋友 据这个朋友介绍 因为他来的比这个朋友要早一点 所以来了以后对后面来到的留学生 工作学习的人帮助很大 就是做了一些类似像雷冲叔叔就做的 所以至今有个朋友非常感激 因为大家知道1990年代主流的生活不太多 所以来了以后能得到帮助心里还是非常感激 从那以后好长时间就不见他了 因为昆达当时正常举行活动 他就不参加了 从他这次的简历我知道 他为什么消失了这么长时间 所以我一朋友说他简历上到什么地方 进去什么研究认什么值 后来大约到七八年前 我们商量要去新西兰去坐船 Course 我当时想想 Course上有平安心比赛 拿个奖品 两分奖品也会操 所以通过朋友介绍 我到Sony Bank一个平安心俱乐部去打球 又碰到他 当时我们的水平不向上下 但是近几年来据说 他水平有得很大提升 尤其是刘法的王浩的直拍快打技术 最近在微信上有人说 说他现在是阎光明 现在是布里斯班业余高手第一名 不管 确实微信这样说 我是原话 我没有 现在水水的再说 对不对 严先生呢 一直是我们这个项目台的忠实的听众 他呢 这次呢 愿意把自己的知识 和这个经验呢 分享给我们在布里斯班业 居住的华人 所以我们对他呢 表示感谢 我呢 也不用说太多了 我说一下这个讲座 大家都知道 第一呢 手机呢 把它放在尽力 如果你确实需要接电话的时候呢 你可以出几件 没问题 第二呢 有一些问题 如果你能放到最后 提问的话呢 最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 确实这个坎儿要过去 你可以举手提一下 别里面什么事 让我们把时间留给 这个严峰明博士 给我们来做这个讲座 大家欢迎 各位网上好啊 这个陈毅有点吹息我了 我胆子就没那么好 有点进步 这个 怎么说呢 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 实际上我花了很多时间 就在这两个逃避客 为什么这样呢 我先下一个 为什么要举办资料工作 第一 我首先要感谢咱们刘广斌教授 他实际上 他和其他人 还有陈毅业 他们组的这个百家讲坛 对咱们华人受益这些 所以说 作为我 也本身是几十年的工作经验 我也想做点贡献 对咱们的华人团 还有这个 咱们做过这个 讲座的有 孙小义 刘广斌 陈毅 宇纯 黄明嘉等等 这些我都来听了 所以说我感觉 他们也都是业余时间来做这些讲座 所以也没有什么 都是为大家服务 所以说我也想 给咱们大家服务 这个 我是做化工行业 这个 你像在这些讲座当中的讲座 就是孙小义的讲座对我最收益最浅 因为自从他的讲座以后 因为我年龄大了 今年六十五岁了 这个眼睛经常会发干 发干的话 就是受他说了以后 我每天点眼最少两次 所以说从那以后 我的眼睛再没有问题 就感觉很好 这是从咱们这个讲座里 是受到了这个消耗 所以说我作为我本人呢 也是受这个启发 还有礼存 上次礼存讲了个体货 但是呢 上次在讲汽车的时候 大家都对这个不同标号的汽油啊 有争论 谁都不清楚 到底是加这个油好 还是加那个油好 我以前的自己也弄得清楚 所以说我想呢 趁这个时间 我画它弄清楚 因为我学化工的嘛 我从它那个本质上 来探索它的秘密 所以说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再加上网上的搜索的一些信息 给大家一个判断评论 起码可能以后 会给大家存点钱 然后呢 太太郭祝平 可能认识的人 这是他的人 毕竟是我的人多 你认识我没有他们活样 这个呢 还有一点就是 有点对不起 就是说我有些东西要用英文 就是那个在那上面 没有全部写入中文 因为准备是 本来我的讲座就一个 就一个套品了 就是讲汽油的 但是后来有人建议 要把加那个混动车和电动汽车都加进去 所以说我有花了很多时间来把那个人都加进去 幸亏我那个那个加进去呢 因为实际上我去年买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了 所以说加那个进去就很容易就把那个人加进去了 为什么不买混动车买汽车等等这个也讲一下 首先呢 我这个报告里面就这一部分 第一部分 因为我还有第二部分 这是第一部分 就是讲讲石油和汽油 石油的性质 成分呢 这些组成呢 从它的本质 你才能看出来 它那个为什么就不同标号的汽油 用什么标号的汽油好 还介绍一下 石油的产量 大概一些科普知识 大家要介绍一下 包括那个生产工艺 不同的石油产品及生产原理 因为我本身搞化工的嘛 还要做一些这个 介绍一下石油和不同产量 不同的他们的化学性质和化学成分 还有一个就是无氙汽油 咱们都经常看到安利的这个无氙汽油 什么叫做无氙汽油和汽油的性质 这是最两个关键的一个属于 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我们应该加什么油 然后给你一些结论 就第一部分的结论 完了第二部分 还有第二部分 这个是我内容摘要 我发过了 我就不说了 然后呢 讲一下石油的性质 成分和元素成因 你看这个石油的概念和成油作用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石油 简单的说吧 你看石油 它是有机质 有机物 我们人体也是有机物 碳禽两半流 五个主要元素 作用形成的主要成分为 禽的液态物质 叫做石油 这个禽 你看加一个火字边 然后成油作用 就是说石油是由于水生生物死亡以后 或陆生生物 其他有机质被水覆盖 然后在水的参与下 经还原条件 所成为的液态探清化合物 以清的过程 叫做成油作用 这就是石油的 通过这个漫长的 你看这是一个图像形象的 怎么形成的 然后和煤不一样 石油的形成 是过程流水 煤的形成 过程是脱水 实际上我是倒霉的 我对煤很不敬 物质来源不同 石油主要是由水生生物组成 煤是由陆生生物组成的 由于地态 生存环境的发展变化 很长时间 就形成了石油 石油在咱们地车下 很多这个石油 然后石油的天位组成 石油是各种 碳清化合物 即氢与少量杂质 属成的液态 刻染物质 主要成分是液态氢 有碳和氢 两种元素 所组成的 有机化合物叫做氢 这是一个特别的专业俗语 不过咱们应该在高中 也都学过这些 存在石油中的氢为 丸氢 方弯氢 方向氢等等 然后石油的非氢组成 由硫含氮 氨氧的化合物 但是这些化合物 就含氧很低 但是它的尤其是硫 如果硫含氧量高的话 就是说要脱硫 就要花很多钱 硫对石油的质量影响比较大 然后含氧化合物 含氧量变化很大 我就不细讲了 这个咱们脱硫 比如说 要是硫酸 就是对金属 都肤色很大 所以要把这个脱硫要脱掉 然后含氮化合物 石油中的含氮量一般在很少 几乎是活跃不低 然后是含氧化合物 含氧量也很低 这个简单说 个别石油 但是不高达百分之三 然后这个碳氢氧氧氮流 这四五个元素 组成那个氧氧化合物 在新宿的众多的化合物 然后这是石油的元素组成 你看石油的元素组成 碳百分之八十三到百分之八十七 氢是百分之十到十四 氮是零点一到百分之二 氧是零点一到百分之一五 硫是零点五到零点六 金属是零点一 这个百分之一是重量 重量百分之一 都算重量百分之一 然后这个石油性质 石油性质是产地而已 密度为零点八到一点零 就是比水清 水的比重一般在一 年度反而会很宽 否典放位常温到五百度以上 很容易多容易水 但是以水形成乳状液 不过不同的油材 石油身后外貌气氛很大 主要是燃油和汽油 燃料油和汽油在2012年 走出世界上最重要的二次容颜 之一是石油 也是许多化学工业产品 容易化肥杀层剂塑料 等原料 2012年开采的石油 百分之八个一亩的燃料 其他百分之十二 才作为化工业的原料 然后石油的颜色 就是黑色的 这就是刚开采出来石油 就是这种颜色 基本上就是黑色 然后 然后石油的主要成分 有油质 胶质 瀕清质 碳金化合物 等等 然后它是清质有塑料成分 比如说石油的化学物质 有蒸馏 能分解 有没有 本气 有实辣的清质 石油以碳 清 组成的清质 主要以清质量最小的四分 全都是煤气 那石油的产量 主要是几个问题 哪里石油产量最多 哪里中国的石油 什么水平 石油产量是中石油多 还是客牌 客牌的线 还有这个公司 在讨论以前 要把这几个公司 什么叫IOC 什么叫NOC IOC就是国际式的公司 就是Mainton Air Company 这个IOC 私营是有意思 我们所知的 这类公司有这几个 Axin Mobile 英国的BP 荷兰皇家 Royal Dutch Shell 这些公司 然后国家石油公司 National Oil Company 还有NOC 这是国内的 国内的国有企业 还有很多的公司 因为这个石油的 拥有量都是由这些公司 来拥有的 所以说要知道这些公司的名字 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 你可知道 全世界58%的石油 其实都来自国家石油民主 下面几点你要知道 第一 在国家石油民主当中 这几个国家的产量 位于世界前三 然后在国际石油公司当中 这几个公司为严肃钱的 在500强 这三家公司是 荷兰皇家 撬牌 还宜最靠前的 然后 中石油的石油产量 大于世界上任何一家国际公司 就动作了 中石油 美国没有国家石油公司 各国石油产量 还宜前三个公司 是X 美孚 谢霍隆 康飞 第五 就是大部分国家石油公司 都分泌在第二个第三世界国家 每一个欧派国家 至少有个国家石油公司 欧派就是一个石油组织 国际的石油组织 2014年 原油的预产量 大约9320万层 这个数字相当于 两天有 90亿个常性油田在生产 应该是大型的钱 这个 这个桶的数量 也会给你个桶的数量 什么叫 这是全球石油公司的 石油产量 你看看 咱们中国石油 咱们的中国石油 有些 中石油 你看 其他公司的排名前 我没开 你没开我没开 没开都能听见我 这小 你看这个排名前100的 NOC35% 前100名的这个是更多 咱们中国只有一点 柯烦柯压销盘 所以说你看看 为什么中国要进入石油 中国的石油太少了 然后石油产地哪里最强 世界不同地区 石油年产占 世界石油产量的比例 你看澳大利产地区 你看这个澳大利亚有很多 咱们是亚太地区的 10% 亚太地区 这个怎么用不好 找不到那种 亚太地区 你看10% 中东 俄罗地亚 中美和北美 石油的主要产地区 中东 北美两大地区 中东是最多了 然后截至2017年底 一探明的石油 可采出量是1.7万亿 相当于2328个大金融以来 国家石油公司 拥有的石油产量 在世界球上75% 欧派控制了世界73%的 一探明石油市场 全世界有39%的所有 产能来自于欧派 并非所有欧派国家 在中东以来 韦内、短达、罗洛达尔 在南美洲、伊云西亚等 都是在那 欧格迈这是欧派的定义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是一桶油 有多少 就是暗桶 一桶油1972年 石油生产国际协会 采用了159升枚桶 也就是42美国加仑桶 我们作为石油通用计算标准 42美国加仑桶 该冷资金官 二桶油 然后目前全球每天的石油消耗量为8400万桶 石油就是用这个来计算的 比划下的这一桶大概有多少个桶 一桶就是咱们平常建那个桶 就是那么大的桶 平常经常建那种气候桶 建那种就跟那个桶一样 就是那种 159升还是没盖哪 多高 多高 他们都有 当然有种意啊 当然有种意啊 159升 算不一桶 对 对 是的 是的 但是石油都是按桶来的 转桶 九桶 不是咱们的 不是九桶 不是九桶 对 对 你把那个石油 你可听说一桶 你看石油 石油数量级别排名 一级就得两千一桶 就是沙特和维军团 二级是伊朗 伊拉克 北美 第三级 石油 俄罗斯 三流 咱们中国 所以三流 咱们中国的酬量很少 我一桶一下中亚中美 等等 然后已经探明了石油数量 超过单位十一 你看这个 这个最红的 它就是中东地区是最多的 就是全部都 你看澳大利亚也不多 澳大利亚这儿就是这种颜色 小石 澳大利亚石油 澳大利亚石油不多 但是天然气多 然后 这是原油的精量生产功力 不同的石油材料生产原油 你看 这个就是 这是原油 你看这个油呢 从地底下采出来以后 因为它这个油 它有油压 油可以自动出来 从地底下采出来以后 然后直接送到链油厂 就是这是原油的精面 链油厂很主达的 然后 然后这个产品认出去 这就是经过一个这么简单的行动方式 从地底下采出来以后 然后这个原油精面 原油精面 你看咱们从这个 这是一个金流塔 咱们学过化工的可能都知道的金流塔 就是从这个塔里面 它说是一个塔 实际上在一个化工厂里面有很多这种塔 这就是一个形象化的 你看最上面的是汽油 我们生产的汽油 这车用汽油 零到140度 这个温度代表它的浮点 然后这个是石辣油 然后这个是煤油 然后这是柴油 这是柴油 这个是柴油 还有燃料油 运滑油 还有离青 离青很多东西出路的 就是这个离青 根据它的浮点 我们再用这个蒸油物来蒸出来 不管是91号还是95号油 基础油都是从这个工具生产出来的 就从石油 从那种精炼工具里面出来的 这个蒸油原理呢 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表示 跟那个原理一样的 差不多的 我就搁在这里 就是说 给你看一下这一桶油 有50%是生产出来的汽油 就是财酸石油 原油当中 40%是其他的油 10%是消停 就是其他的就是离青的那样东西 就是这个 成这种原油材料 然后这是一个简单的精通原理 我给你们简单一点 可能高中里面也学过 或者大学里也学过 这很简单的 这个蒸油塔 就是根据这个基本原理来的 实际上我们这下面 这是一个 这个 英文是 flask 咱们那个 中文叫什么 烧瓶 对 烧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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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加热燃烧 这里割入 这个不同的成分的 液体成分 然后 这个液体成分呢 它会被蒸发 就是蒸发以后 它经过这个管 这个管里面有这个 我们叫隔板或者叫是 train 或者叫play 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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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在往上升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部分 它会冷定下来 然后就是最 挥发的气体 它跑到上面 然后经过这个管 流下来 经过冷却 变成液体 但是呢 它会形成一个平衡过程 这个平衡过程呢 就是这个 往下流的 回流的液体 和上升的气体 在每一块的格子上 都达到平衡 这样的话 就形成一个产品 把这边蒸发出来 一种重复制的产品 这样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中文产品 就是说 这在实验室里 很容易做 一般学生都在实验室 做这个实验 就是在每一块板上 达到平衡 在那个稳定状态上 然后呢 这个是单组分蒸留塔 这个实际上 这是一个实际的工业装置 这个蒸留塔 跟那个刚才的原理是一样的 这边就是蒸锅 就是那个蒸锅 这边是冷银器 连这个物质回流 然后回流在每一个板上 打到平衡 然后上升的气体 从这里出来 然后就是生产的盘米 这个是下面的 这个Liquid的回流 所以说这个 这个回流 实际上在 理论上讲 只要是为了提高产品的程度 所以有回流 这个 这儿就有不多细讲了 然后这个是实际的炼油厂 这个炼油厂 你看到多大 这个 这个是海上钻井平台 这个海上钻井平台 这上面有的 可以直接加工一些 的水果 这是实际的炼油厂 这个炼油厂 你看这些 很多都是蒸锅塔 它除了蒸锅塔以外 还有管路 还有换热器 还有分离器等等 还有反应器 就是 这是化工厂的原型 然后这个 这个 汽油和 不同的燃料的成分和性能 汽油的主要成分 汽油的英文名 叫 Gaslin 这实际上美国 美国因为刚拆出来 汽油以后 他们那边 都把这个叫做 Gaslin 然后是 英国呢 叫 Petrol 所以说咱们 澳大利亚也叫 Petrol 不叫 Gaslin 实际上 它是一个东西 这个 外观为 透明液体 苛然 流程为 30度到 220度 主要成正 为 碳5和 碳12的脂肪心 和黄纹停泪 咱们没有学过 化工的 可能对这个 碳5碳12 可能不太清楚 碳就是碳原子 在里面 有五个碳原子 那个12就是 12个碳原子 碳原子数越高 它那个热水就越高 你看它这个 举程 你看 正几弯到 正路弯 易钩完 丁 还有 缓几弯 延伸物 一溪到 顶溪 甲本等等 方向度化头 所以说 汽油的化学成分 是很处杂的 不是说 单单一个分子 是这么表达的 然后这个 标准的 那个化学分子 是 对汽油 我就用那个 CN HN 加2 这个 这个学术上的表示 这个 这个formule 实际上就指的是 碳天 刚才咱们已经看了 那个实际上 含有很多化学成分子 这个实际上的formule 和那个 石油 是有点 区别的 主要是 就是这些化合物 在里面 就是锡天 变成碳天 这些杂质 重能 蒸出来 就是 轻的都从塔上 变成碳油 分子 然后这个是 说 这个化学分子是 你比方说 清的 我们都知道 Natural Gas Natural Gas 它的主要成分是甲烷 咱们 很多都听说 Natural Gas 这甲烷的成分 一般在 Natural Gas 天然气 站在里边 又说 第三站 就是60 丙丸 Cropin 是丙丸 C3S8 就是咱们家用的 这个 液管里的气 叫丙丸 它那里面 主要成分是丙丸 这个丙丸的特点呢 它在压力下 变成液体 所以说呢 在常温下的气体 所以说你 搁在钢瓶里面 你可以用 钢瓶里面 它带压力的 你放出来以后 变成长压 它就变成气体 所以说你家里的煤气罐 就用这种 丙丸 然后这个 Gaslin 就是 Petro气油 气油 它这里 给的一个 单独的分子是 C8H18 它是为了讲话 就是说 对这个气油 它的分子结构 可以用这个表示 你看8个汗 然后18个氢 它就表示气油 实际上 这个气油的成分 刚才您看了 有很自杂 好多种成分 它是用一种来表达 有时候做工艺计算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种成分 来做计算 就简单的计算 不做最复杂的计算 然后这个 柴油 柴油 你看它碳原子 C16H34 就是它碳原子 越高 发热量越高 柴油的发热量 就比气油要高很多 所以说为什么 现在柴油车也很受欢迎 我以后下面会讲到问题 还有这个甲醇 还有乙醇 乙醇就是C2H5OI 咱们澳大利亚用乙醇油 但是我来解释一下 所以说这是汽油的和其他成分的对比 还有这个不同燃料的成分 你看 汽油 这第一行是汽油 这是给你的总结了 这个成分用多少钱 然后第二个列是柴油 第三列是Nature gas 甲烷 甲烷就是天然气 第四个就是LPG 就是病满 刚才说 这个加力钢层的问题 这个后面是氢 可以用来 现在有氢性用来做电池 氢性 这个比较热值 你可以看 这个你看 气流在1240度 它用的DTO 这是英质单位啊 我们没有换钢层的这个反文件 这个我后面有那个国际单位 这个你看 柴油的名义很高 这个Nature gas 就比碳原子低 这个碳原子比 Nature gas 比那个甲烷要高 所以碳也会高一点 这跟碳原子有关系 碳原子越多 它那个发热值越高 然后无氢气油 为什么叫无氢气油 和这个气油性关系 实际上就是 91号了 92号了 这些 无氢气油 是在一种提炼过程中 是有添加剂 四乙击千 因为这个 在过去 就在2000年以前 所有的气油都是有氢气油 有氢气油 加这种添加剂 就是为了防暴 但是呢 这种添加剂有毒 毒死了人 所以说以后 从2000年 中国就开始寄用 咱们在世界上也是基本上 从这个年代开始进入 进入这种 事以寄签 以后就把那个 就是新的Octane number 就是下一位 下一位要介绍了 那它那个防暴的 有危险还在哪 现在又换成这个Octane number 就是另外一个 来做这个防暴 原来讲的是 一千 可是为了防暴吗 就是为了防暴 暴震 不是防暴 就是汽车发动机的暴震 暴震 那现在不加了 现在不加了 有91号 有95号 都是变换的化学成分 下一个slice 下一个边就讲 那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添加剂 这是一种 实际上还有两种添加剂 另外两种添加剂 我没说 就是这个 这个是危害最大 也是最终最普遍的 你看现在把它怎么变了呢 不加了以后 这个四亿几千 就是这个 大概比这个颜色 不多讲 你看这个很有毒 零度是一个产生大量的分体 比重力 空气较大 蜜光产生三亿几千 巨毒不得了 很容易读死人 所以说 有些气候替怒 我们现在全都是安利的 所以都没有这种 现在就有一个 证报的就是一种性丸值 我们英文叫 Opting Number 性丸值是交通工艺 使用燃料抵抗震报的指标 就是说 我这个性丸值越高 这个指标越好 因为这个性丸值 由这些程度来决定 由这个易性丸 易性丸的性丸值 就是一百个都试验测出来了 这个正性丸 正根丸的性丸值是零 所以说 它这个一般就是说 易性丸的含量 比方说 我易性丸的含量是97 我这个号 汽油标号是97 然后 我要是98 就是98 它就是调节 这种易性丸的量 它把这个石油成分里面 吸清类不饱和化合物 把它转换成 易性丸 然后配成这种比例 这可以 有这种方法 就是经过催化精炼 然后就可以提高这种 易性丸的成分 在里面 它就变成91号 95号 还有98号 关键是这个问题 你看汽车内 汽油内 刚才说了 有多种碳金化合物 其中 正根丸在高温度高压下 容易引发自然 造成震爆生产 正根丸 它是有七个氮染者的 一间滴因应效率 而因此 气缸过度过热 甚至活在行列 因此正根丸的 性丸之为一 而一性丸 这个红色的 一百 暴力现象很少 性丸之为一百 然后 其他的 碳金化合物 也有不同的性丸值 有的小于 连股片 其他的都有这个性丸值 就是根据 这些性丸值的成分 才决定 它那个 你这个标号 但是主要是 以一性丸为准的 一性丸 以一性丸的含量为准 而且你还可以 看到了热值 你看一性丸的热值 是五千四百六十一 这是国际单位值 可以交某 一交二相对一瓦 就是你的电子一瓦 你看这个正根丸 四八 乙醇 一三六六 这个甲丸 是八百九十一 一样八百二百八十三 正根丸的热值 也是最高的 你要是提高 一性丸的量 就是提高这个性丸值 这个 减低这个量 你的热值 被汽油的量 会增加一点 但是你这个 混凝纯 你就不一样 因此 汽油的性丸值 直接决定 汽油 内各种碳性化合物的成分比率 我这里只讲 它的异性丸 和正经丸 其他的化学成分 也正比到 其他的化学成分 基本上不变化 就变化很少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What Petrol 你的用在咱们澳大利亚 就应该比较好 有澳大利亚的成分 咱们的澳大利亚里有 主要是这几种 91、95、98的一吨 主要是这几种 别说你了 我在做这个研究以前 几个月以前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也在试 我说哪个有好道理 我也在试95、98的 后来我发现 我把这个问题 非常清楚 我就自己研究 我说 弄清楚了以后 我给大家来说一说 咱们大家宁愿收点利 我花了好几个星期 弄清楚了以后 这个number 就是说 标准的无前汽油 就是91 然后 好一点的 就是95和98 义醇 就是加10%的义醇 这个义醇这个油 在澳大利亚是特出的 在其他国家没有 为什么他们用义醇的油呢 因为他们这儿有一个 制堂工业 制堂工业很多干渣炸呀 他们用它来生产 这个就是义醇 所以他们的义醇 但是不好卖 他没给点用 他就想不到 混到汽油里面一块卖 它也是属于 这种再生燃料嘛 就是干渣炸嘛 所以说可再生燃料 所以说它推广这个义醇 所以混到10%义醇在里面 这些号实际上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性管制的量 性管制的液体 但是他们但是他们那个能量 就是说他们的energy跟发热量 实际上差不多 我刚后面有一个计算的时候 我再计算了一下 给你们看了 如果这个 这个就是指那个抗爆的功能 这个在 在虽说它从95到98 但是要实际在化工列里的时候 也许要挺复杂的工艺才能达到 拿到卖的汽油 所以说98号的汽油和95号的 91号 一般要贵一毛五到两毛万这个期间 然后这就是咱们的几位油 你看它的广告 E10 咱们都鼓励用 咱们用E10了 91 98 还有这个95 98号 Clean EJFs NG等等 实际上这些 91号也能Clean EJFs NG 实际上它这时候是有点吹牛的 我发现 就是弄了以后 你甭看它那么吹牛 然后这个 E纯是很有兴趣的 E纯我刚才讲了一下 E纯是代替那个 它代替那个安利的派手 但是它这个 就是说在澳大利亚 基本上 就是91号 你如果你的车辉 你家族的1号 你可以用E纯的机器 但是呢 你最好呢 在网上Chank一下 你在网上上网 你就对了 你就打这个 E10 那个网上 昆斯兰Garman的 专门有一个 你把你的车号打进去 它就会告诉你 能不能用E10 实际上你可以用E10 但是呢 E10呢 我的感觉很不好 它虽然说便宜两分钱 但是实际上 你这个公里数 E10就跑了 要比91号的低纹多 你看这是我算那个 这个E10的 E10你看那个 性能值还算挺高的 你想想 也到94 当然它最大的问题 就是能量 就是发热值太轻多 你看我这儿 做这个计算 你看91号油 它这个做热值计算 91号油和95号油 差了很少 还有根据这个 郑根王在伊信王的含量 做计算 98号油 也比它这样 也差了很多 都在5400 就差一点 你看这个 但是乙醇呢 它这个发热量低 你发热量低 证明你的 做工的能力也挺好 所以说 你用乙醇这种计算 你肯定也不划算 不如91号的做工的 因为你把这种车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能用 比方说 你的车是 91号油 你是不是可以用 95号、98号 当然你可以用 91号、98号 但是呢 你那个 可能你会有一点改进 就是说 你那个改进 公里数改进呢 你感觉可能有一点进 但是实际上改进 跟你付的钱 不对应 就是说你可能 本来你应该付 可能多五分钱 六分钱的 现在呢 你要付到一毛八、一毛五 所以说 这种改进 唯有足道 因为我自己的 我后面提到 我自己的车坐 我专门做过实验 就为了这个讲座 专门做过实验 我又加了四桶 就是四满桶 98号 四满桶 加做老婆提成 他还没有 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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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号 有四满桶 没什么区别 有一点点改善 还有98号 这也有一点点改善 所以说 以前都不值了 所以说 以前 比方说 因为我去年买的 马自达三猛 一个新车 是91号 规定91号 但是呢 他们那个 service department 就告诉我 加98号油 对它好 加95号油 对它好 所以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 我又这么做实验 我发现 不行 就是你家那个 改进很少 你们可以自己试 还有一个 你做实验的时候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咱们车的空调啊 对你的油耗 影响很大 你们都能够住 一般都在 20%左右 就是尤其是在夏天 你做实验的时候 不能开空调 你才能测出来 你的油耗 你要一开空调 你根本就不对了 但是 我今天说 这个高耗油的 它就安静 要保持着 高耗油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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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那里说 实际上呢 后面还讲到 实际上 他们现在这个技术很先进 他们工程师在设计 这个发动机的时候 已经考虑了很多 一样 比如说 你用91号的油 已经考虑很多 原像日本车 你用91号的油 他们网上记录 开到50万公里 没事 那放进去 你说你现在 你耗那点 用98号 能给你的改进多少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这个汽车 它只会保留几年 你像我 未定 我一般保留四五年 我肯定换了三四年 就换了 你还不会开那么多工程 咱们中国人 一般都不喜欢 把车保留很长时间 我发现 很多人都换车 换了都不急 那么它为什么 就松转这个 不高标耗油 比较收入 啊 这 高标耗油 主要是欧洲车用作 欧洲车 最少都是95号 你看 奔子 宝马 奥迪 最少95号 但是 刚才我说了 高标耗油 肯定是对你 有点改进 但是改进的不多 就是说 钱要的比你 感性的 那个 就是说 你要加油 就跟你 需要好 对对对 对对 对 刚才说到 很多车要高标耗 对 那么你把它降低了 我会有什么影响 会 马上要讲 你就好 这 你要是 你要是 那高标耗的油 用低 用91号油 对你的发动机会有损害 慢慢的 有这个风险 你不能用低标耗的油 因为它发动机设计的时候 它的压缩比较一样 高标耗的油需要压缩比较高一点 你那个压缩比较 就匹配了 它就 油喷进去 点火时间 匹配 慢慢的就会影响 你发动机 所以说 你要是95号 必须加95号 千万不能加 对你的汽车不好 所以这个问题 专门对这个 他说了几个问题 就是 你可以 没有力 加速会慢 完了 你的转量会消耗会高 然后 会出现爆震 就是说最坏的情况 会出现爆震 爆震就是 碰碰的时候 咱们可能没人听见过 因为 因为 我 我讲讲 我的经验 我也是那个 确实有厄缩车嘛 我都说 我是加了那个 九十一 加了很久 加了很久 那个什么 油耗这些 我都感觉不错 但是 之间九二 它的那个 发动机的 发动 比较困难 对呀 你肯定是有问题 对 压缩美不配 它那个 因为它 油喷进去以后 它有个最佳的 点火时间 和压缩时间 你真的一挫一点 它就会产生问题 对 它那个 它是让无所谓 过了半年以后 然后 它这个装的东西 因为 就是一样 比较装一点 对 95号 98号 对 对 它越来越多 慢慢慢慢 增厚 然后到一样的程度 它就 打不起来了 要打好几次 那你这个发动机 修起来很麻烦 发动机 没收 后来我就慢慢 清理这样 后来我就加95号 对 你这个问题 跟这上描述了一模一样 就说你又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大家 要是你有欧洲车 95号油 千万别加91号 加了就会出现 它是最好的例子 太好了 对 这也就是不好 对 这也就是不好 这也就是不好 还有一个比较强 这个e10呢 反正我刚才说了 我不建议加e10 我觉得不好 你们可能也试过 我不知道你们试过 我也打 我还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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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的时候 一直打个e10 包括很多 然后就一直加e10 对 然后过来一年多以后 就不行 一后打那时候 发动困难 也发动困难 然后后来我就大概 就不要加e10 他就是报告 甭听他的报告 哈哈哈哈 到时候就有道理了 因为因为他把他堵住了 可能有谁嘛 那个有谁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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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说的也对啊 然后就不容易起分 而且他的发热率 发热率也低啊 他本来做 应该做那个工 但是他做不到 他发热率不够 对 那个功力数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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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车上 那是说的 就是民生可以的 对 对 说是可以的 你也别用 哈哈 实际上 你用了不好 这个不必然都不好了吗 就是澳大利亚 它也不相信这种东西 它每年这个甘蔗渣啊 就是甘蔗很多 它用在工厂里面生产这种 这是骗人的 再生产 再生产 真是骗人的 这是乡亲党的 对 对 还是被人 嗯 我这种办法 我发现感觉到 你这个 你这都编辑 很恶丽的 包括你自己 实际上当然很保贵啊 对 你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这个我觉得还得有一个专业人 他专门生的 比如从事这个汽车 对对对 他不是 他有这个 我又说实际上我已经查了很多实际的东西 就说网上啊 有这种 也有这种 录像什么都有 但是呢 说法不一 我没法拿过来讲 他有人证实说 我这个 因为 因为他比方这个公司 他为了宣传他的产品 他说这个很好 但是这边的人 他就说的不好 所以说没法说 所以说 还是自己体会 咱们从原理上开始来看问题 就是说你从这个化学分子室 你就知道 他就改进了每一点 化学成分基本上一样 你说你家那个 他能改进多少 你自己这么想就可以 我就从这个根本上来考虑 来了解这个问题 你要光提那个网上 说了无法办门什么都行 网上说 但是这就是专科专业人士 有专业人 我也找了也有专业的报告 我也有 但是我没拿出来 他就介绍 比如说98号起以后 他那个化学一效率 可以增加 就这么好 因为这个压缩比高 它可以增加百分之一 但是呢增加 根据实际上呢 就是增加 给你刚才的 你付的钱要多 多余你的节省 就是这个 这样增加就不太便宜了 那如果对车没有 上海价 就会有多便宜了 这是 这是最 就是你的车需要什么油 你看咱们看的 最popular车在澳大利亚 基本上最popular的 最好 最受欢迎的车呢 基本上都是用 91号 都是基本上都是日本车 就是说 日本车除了一个 就是Honda Honda要用95号 因为它在英国之道 所以说除了那个以外 其他的都能比较 实际上 最受 其他的受欢迎的 像95号 就比较 像这儿有 还有 富泽 马自达 还有 Beyondi 都是 都有90油 但它已经用 一块了 它说是用 一块 说是有 它们都可以用 基本上都可以用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它那个设计 所以用91号油 它整个的运营成本 就比设计95号 也要便宜 对吧 因为你要照你这种方法 OK 那么我这种油 我只要用91号油 就行了 那种Honda 它设计成本95号 我们这样也有95号 那这个长期下来的话 那比如说这种车 那比那种 车还比较 比较 运营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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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说 那这很难说了 因为它欧洲 有它欧洲人 基本上90号 也都是欧洲人 你看这日本车 日本是价廉物美 咱们也不爱坏 你看欧洲车是 又贵又爱坏 你比方说 我听我很多朋友讲 奥迪啊 这些 奔死还少了点 奥迪坏的最多 经常就抱怨 一两年两三年 不是这问题 最大的问题 可能是 service太贵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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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日本人 都适应就这样 我有一种说法是 因为欧洲气候 我们欧洲的气候不一样 日本也接近 所以说 它就可能不适应了 我们这就不适应了 所以欧洲说 欧洲比较冷啊 我们这种比较冷 有种说法 这种说法是 有点特别影响很小的 因为台本和欧洲天气差不多 欧洲也很冷啊 不是日本也很冷啊 我想我想 我其实有两成用 都有几年了 2010年买成 Tunda Euro 是95号 对 我是用了E-Tine 95 它有个E-Tine 95 在Mathura它有卖的 它也写95 那个E-Tine它就是 不是加95 你不要用E-Tine 95 对 你要用纯的95 那没问题啊 开了八年了 开了八年 不知道 可能还能知道 什么事情也没有 一点事儿没有 不过你想它就有意见 你可能 Lucky 我也不知道 我只买的E-Tine 95 它是在日本制造的 因为后上有两个品牌 一个是在泰国制造的 一个是在日本本体 我只买了点多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 对 它们继续往下走 我后来用 然后命贴留在后 想放一个 就先来说 你好 我们澳大利亚 好多车都用91号 对 那么欧洲车呢 就是95 或者98 对 那么你在生产油的时候 都会有91 91 这种车分 那么国中的91号 都不要了吗 对 欧洲基本上都不用 他们直接就生产95号 直接生产的95号 直接生产的95号 可以这样吧 当然 欧洲就这样 欧洲现在还有个新规定 他们就把那个财务车 这就是中国的信息了 这就是中国的信息了 基本上刚才就差不多了 已经讲过了 就是中国的 中国标是90 93 97 89 92 实际上原理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写成中文 你可能更容易读一点 就是这样的 有 汽油的标号代表 是汽油康宝性等等 我就多说了 这个是 它和它号的量的 可以什么呢 它有点区别 但是它号不一样 你看94 93 97 实际上原理都一样 它对应的跟 大概什么样的 90就差不多了 90就差不多了 90对应首之一 也不能对应 因为中国这个汽油 跟这儿的生产平均 还少有点 都是缺乏裂化 知道吗 这儿的教室积相当于 多少 相当于90 嗯 然后这个 这个 中国的 一些 结论跟我前面讲的都一样 我就是 这儿 就是说 高标号汽油 就是说 意味着高质量 汽油 标号高地 跟燃油质量 好坏没有关联 这个观点 实际上没有 因为咱们知道这个化学成分 实际上变化很小 就是这个 一性管和一个正中管的变化 而且这是变化 还有这个暴震 这个暴震 这个暴震 这就是 你可能一辈子 可能都碰到暴震 就是暴震前 就是暴震前 就是 因为现在车身上很好 你用这个 低标号的油 也没什么 因为它的发动机 它就很顺 你看我这做了实验 我跟马特达三特尔91派口 然后 95 98号 我们用了 每次砸四箱 花了不少钱 我还弄完 也给我发现 有点 你看我现在加九十一号 我每三十六十九 我加上九十五号 每三十六十九 好像也是五百五百多年 加九十八号 可能也就是五百一二 有多一年 就是我试了几次 我发现 现在我再也不加九十五九 全都是九十一号 你们自己也可以做实验 可以做也做 这还有一个就是说 Petro和低标 这个领防的 你看这个 因为大家可能有点想买财油车 财油车 谁想比那个混动车 我说 其中 你看这个 Petro 你看这个8月13 3.7 这个36.7 8月 这个是发动机 那个 汽油发动机 需要点火 才有发动机 不用点火 靠压缩 对自排的 所以它压缩高 所以效率也高 你看这个 这个unlimited 不用了 已经不用了 哪都不可以用 全世界的机 这个就是用这个 这种质量 汽油 unlimited 然后这个是 刚才说那个 性蓝值 就是off the number 和notting 这个就是过去的添加剂 我讲了一个钱 还有这两种也是添加剂 也可以去报证 现在都进入 结语 这就是几个结论 这个第一部分的结论 这就是几个重要的 结论 大家记住 我觉得可能最好 第一个就是 就是石油在这里 特别简单的科普 特别简单的科普 大家了解 这个问题 吹用汽油 全面无前好 汽油标号代表 是汽油的抗暴性 在绿能过程中 我们这是性完之 这个汽油标号 高低跟染料之上好 话也没有关联 话也成分上讲 高标号只有成分热 这种差异不大 刚才我已经对面了 因此应该加 就是91号汽油添加95号的油 所以大白天开灯多次一击 没有必要车高马前 加什么耗的油 它们提车的送品数上有 对 耗油量吗 不是 加什么耗的油 车子也不有 加什么耗的油 就加油打开那个油盘了 对 对 对 我从来得注意 嗯 人家说你越高 是用标号越高的企业 当然你的设置 有九个豪人 不能用 然后你可能一辈子 也不知道豪人 什么事儿 因为现在这个 基本上这个 因为质量都很好 这种情况基本上 不会滑车 尤其咱们中国在这儿 华人都K5车很短 都几年了 你不会K5 二十万公里以上 没有人K5 二十万公里 有 有 哈哈哈哈 这就是第一部分 就基本上讲 Eton 这个部内的 这是第一部分 嗯 问一下 这个Eton的油 您刚才说的 就是说 加上以后呢 不省钱 嗯 虽然便宜了 但是油耗高了 所以不省钱 对对对 然后才便宜两分钟 嗯 然后那个我那个 我去修车的时候 我那个修车的师傅 他跟我说 他说你这个火害 塞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也没看出来怎么样 嗯 他说就是不要用Eton 说用Eton 对车不好 嗯 是有这个 有这个论法 就是Eton 对车不好 对 因为Eton 第一个的发射量低 它 它那个发动机 都是跟你那个 能发射的功能来设计的 你要说达到您的要求 而且一吋 它那个氧含量高 氧含量的燃烧以后 就变成水 你知道吧 这个水的飞 发动机 它那就是说 都有影响的 嗯 一吋它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那个青类子 主要是探青化 一吋就多了六个氧 你氧一烧 变成水 你知道吧 嗯 你那做对比的时候 有没有 认识的隔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情况 做长的隔 这个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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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正常的 就是不开灯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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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不开灯烧 你做实验的时候 我主要是在东天做什么 基本上不给人开灯烧 你要给开灯烧 不过 所有的车在高速上肯定是 因为它那个高速上第一是银速 第二是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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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你骗你什么 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 是不是这个好高速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正常 什么时候用完什么都可以 就是正常开灯烧 就是不开灯烧 不是他担心了 你怎么用去 加信烧 没有没有没有 就这么好 我没气那个那么喜不气 但是我自己感觉是这样 而且跟你实际 跟你这个化学成内 看的实际上有事 你不可能 你发现成本基本上没变 这个字也没怎么变 你只能提高的方式 不可能 咱们从本质上看 咱们是搞学 搞学乎研究的一次 对 对 我不知道你 还有一个什么 你在Channel 9 Channel 7 中有很多事业 三辆新的CAMBER 用不同的油 DK91还是95 反而是那一类型的 对 最后从下来 油量不一样 但是 所有的费用 跑的功率数是一样的 照在里面有没有 但是照在里面有没有 你说哪个油耗高 油耗高 当然是91了 但是 他们跑的功率数 花的费用是一样的 你看 我 我看了那几个试验 我没有在这公布 我没说 因为它互相矛盾 你看我看了一个试验 说在艾德莱德索 他说 提出 说是95号油 最高的功率数最低 我不敢相信 91号油 就是98号油 最省的 这个我相信 但是他说95号油 比91号油还差 是不是 他说 以纯的油 比92号 比92号油 比92号油更好 那早了 我们吃六十五 所以说你不能相信 他那个个人 他好多 你可以查 你就打youtube 你能看到很多消息 他有了公司 会设训 他就偏向人家 回方面 所以说 我都不相信他们 我就看到本事 咱们就了解 他本事 就差一点 你能改进多少 李先生说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在澳洲 你在澳洲马路上车 车是开过来 如果是新车的话 你可以闻到汽油的香味 那旧车可能是错的 但是你去中国 你中国是 宝宝关车开过来 它是新的 他说 就有个臭味 很臭 奇怪 在澳洲就说 有个香 很香 这个是什么 这个意思 这个气氧不一样 这个气氧不一样 就是澳洲 澳洲如果去 新车开过去 它那个气氧的味道 有个很香的 它烧了以后 燃烧以后 它就很香 还是 就是那个 那个车 都可以 就是 有一个气氧 你说中国很厉害 中国就说 其实是很好吃 就是巴士街 但是 它那个 这个 谁开过去的就是 中央名 是 心里最好 可能 里面就是 陈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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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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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有分类都有 都在里面 电动车都在里面 一共就讲这几分类 混动车和工作员 还有 八个就是最受欢迎的车 混动车 充电 充电车充电 最大的问题就是电动车就是充电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你能多少节省你买了混动车 以后和你的汽油车 对 还有最后的建议 什么叫混动车 混动车实际上它就是两个发动机 一个汽油发动机 一个电动发动机 电动发动机一般在车皮股后面 它的汽油发动机在前面 它是怎么利用它的动力呢 就是说 在你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刹车 或者减速 停车 发动机在转 它用这部分能量 然后产生电源 到你的系列程序 然后你才能做叫做Hybrid 因为现在技术比较发达 比较发达 它这个铁条会控制很好 用计算机控制 别乱一车速一慢 一停 它就必须这个 但是它的混动车呢 一般来讲 同上都是讲的 然后恩典 或者比方这一个例子 就是黑洋代 这个就是Petro 还有的混动车是奥迪比方才有的 才有很简单 就是说 它那个防御迪是才有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就是 说现在设计都很好了 然后下一个 你看 这是一个黑洋代 这个车 最后的车 这个是奥迪 它是才有车 这个也还可以 什么叫Plug-in 然后这个是 什么叫Plug-in Hybrid Plug-in Hybrid 就是刚才我讲的混动车呢 它是只能靠自己的发动机充电 给自己电池 它这个就是有额外电源 你可以充电 除了发动机给电以外 你还可以充电 充电 这叫做Plug-in Hybrid 所以说 这是另外一种车 这个车呢 后面我会讲到 有些问题就是充电的问题 但是这个车有个什么好处呢 它这个车 这个刹车系统 叫做 Regenative Braking Regenative Braking 它是什么呢 它现在科技发展以后 它用一个动量 Connective Energy 因为Connective Energy 咱们都学过 学化工的 学工机械的什么 都学过 摆动力方程 那个动力转换成 那个卫能啊这些 它就是用这个动力转换 来产生这个 Braking 跟一般的刹车不一样 所以说它这种 它这种 Braking 比较好 因为它有个电池嘛 充电池 可以把那个充电 充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 刹车系统的肯定 比较好 还有一种 这种车 这种车 就是说它这个发明器 特别小 对吧 Winch-Force-Fundance 这有些例子 你看这是充电的 充电的 充电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是加勒站没有充电的 对吧 现在还没有充电装 现在澳大利亚准备做 还有一个 就是有些充电 像你买充电动车 家里需要有充电器 要不然 待会我讲不到 你别说最好的 Tesla 待会有个例子 我给你讲 Tesla Tesla 有多少钱 然后总共有三个类 就是这几种 五种 第一种是 Petro-Electric 就是发动机 电动机 第二个是Diesel Electric 就是柴油机 和电动机 第三个就是插电 我告诉你说 最好的就是 现在咱们号说 Miss Beach 奥特兰达 它是插电的 刚才他们的车也挺贵的 要四万七 比一般的车要费 一万六千块钱 你要去插电 而且它的插电 只能跑五十公里 插完面 五十公里以后就变成 电池不够 然后它这个Generator 这个就是 用的最小的发动机的一种车 这个第四种 Generator 它是电车 但是有一个很小的 一个Petro-Engine 第五种就是Electric 就是Tesla 咱们都知道Tesla Te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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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纯电动的 没有发动机 就是一个电动机 它这个车呢 现在很贵 比如说 它那个要十几万 你买个车 十几万 你那个油钱 你省多少钱 你省多少钱 你省 而且你家里 但是我还讲 你家里放费 还有同私 一些纯电的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 比较重要 在澳大利亚 电动车 没有在国外受欢迎 比方说香港 中国 其他国家 因为外国 有五天 你像在香港 买一台Tesla 给你二十万港币 五天 因为它那一百万 给你二十万港币 所以政府鼓励 咱们澳大利亚政府 一分钱不给 为什么不给呢 你们知道原因吗 不知道 它是强调的环境保护的 强调半天 结果 它根本不给你赞助 你满天 为什么它推广不起来 在澳大利亚 因为澳大利亚的税 在你每加一升油 你要付百分之四十的税 你要一推动那个电动车 你那个油不就加了少了 往外还顺利收入 所以说它 不给你一分支出的都给你 所以澳大利亚电动车 推广不起来 但是我昨天听说 声音阶在改善的时候 他现在在讨论这个 在讨论 在讨论 将来怎么把这个税收 我们保持住 就是过渡到电动汽车 但是又能保持税收 他那个讨论在其他地方 他都讨论好几年了 你看哪里 他被讨论 一带把这个税 怎么能转移过来 对 他就开始打算 对 这个现在都是神经 对 也不行 也不行 人家算是前两年看到一个 他说这个 做了这个比较以后 电动车的成本 最后是最高的 是 现在你要做成本 肯定是 它成本是最高的 那你要负担还是 因为一般人家庭吧 大部分人家庭 他可以不有个车 一般可以不有个车 一般可以不有个车 也不得也不得 他现在是新的 也是 不是我一想 对 拍车 对 天国不好的国家 已经已经 婚姻了一个年线 最早的话 是2022年 是25年 根本就没有拍车 2030年 没有 欧洲是2030年 欧洲是2030年 欧洲2025年 就是你花钱也好 不管你只要上开车 这就是一个奢侈 你就花点钱 你没有别的钱 就是 就花电动车 就是 澳洲现在还没有 规定这个年线 我就是欧洲 我说像 国家一规定 你要不开车 你要不开车 欧洲反而寄 残油车 残油车污染大 好像是荷兰 香港 现在中国有些城市的 用那个共享汽车来代替共享单车 它的共享汽车的原因就是用电 在这个汽车停车站 然后就充满电了 你去用那个支付宝一刷 刷然后你开了开到下一个站里 把车停在那里它又充满电了 但是它只能在市区内跑 你跑长都是肯定不行 对呀 我在这儿告诉一个人就是 他在买了汽车以后 他给你这个充电柱装 他给你套充电的 那么简单的 我这边都有 装很複杂的 对呀 我再给你一句 零一这个城市也不算他一百多万人 他那个共享那个停车场 就是直接给地下建 就每一个停车里 下个都是一个充电 对 每一个停车里 要不我说中国比咱们这儿差弹 是 中国有几天来建造车 他们建一条公路 公路前田店嘛 走到哪儿随时给充电 对对 你号的时候你在哪儿建造 充电 现在的发展很慢 然后还没有再高级一下 这就是几个比较的啊 是不出名的 大家不都知道 他就马上带着过去 还要到盘了 他们还两个 他的号研 4.1升1百分钟 实际上他都是manu上的数 你实际上都达到五点几 就实际差不多了 他一般都是1.8 他一般都是1.8 这个是 这是差的意思 就是差点 这里要买3万次 这个3.4成就买 因为它靠里面差点 能跑几十分里 照片的时候 照片的时候 差点的话 你还只是油耗 因为你差点还要在另外发现 对啊 差点另外发现 但是电钱 但是你要充电的东西 挺贵 这个是Nissan 这个买 这个是Nissan 这个它充电 充完电 这是跑一百十分里 这个是Nissan 没差点 没差 没差点 它一点点真 它说是1.9成 你跑了五十公里以外 比方你跑了两百公里高速 你电用完了 你还得有气 它这个是Nissan 你说电用完了还得跑汽油 对 因为汽油这时候 这就不是一百公里 一点油 是吧 它这个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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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所有的 它卖车都会有个厉害 它这个1.9成100分里 充完电可以跑五十公里 对不对 然后它还有一个混动的 混动的发动机能充点电 发动机给电池充点电 它可能还能跑一段公里 但是一上高速 这个电用差不多了 跑了比方一百公里以外 你都存用机 当然了 远远早上 但关键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才现在 它这种菜菜菜好卖的 一个没五天 一个又贵 所以说 它看着很好 那么一省油 实际上不是那么多事 你这个要卖四万七的 而且电也是钱 你这除了奥 冲键是这个 有一个碗的便宜 这个是点不便宜 这个也可以 这卡电都是没看 二十多电 但是你得考虑到 你要老在城里开 每天开个五六十公里 你用这个挺好的 基本上很省油 然后这个BMW 六万三十 这个不省二十四度 最好的就是TESLA TESLA可以跑三百三到五百十米 但是这个最贵 十一万四 十一万四 我们一个朋友 他想要买个TESLA 他给我算账 我说行 你算上你油钱几年 省一来 买TESLA 我说你算钱吗 我说你算 六万块钱 你这个钱还有六七万呢 六年 你得省多少年 你省出来 对我没白 但是太贵了 香港就能补出二十万能力 五粒一百 我将来再考虑两个 第一 第一 全国籍稍有的 这样子没办 第二 有个人他就反保 他愿意做出牺牲 对对对 不差钱 有多少钱 对对对 差就差钱 对对对 你说要反保 但是政府这些不给你补贴 你光政府都不支持你 你光个人行为 你能提到哪些 然后这就是充电 你看看充电的对应 首先你在家里要断一个 你要行电 你先装一个 你要装一个这个 2.5千瓦的到7千瓦的 就相当一个空调 你空调你家里就有2.5到7千瓦的 一般的空调 要装一个那么大空调 然后这个 它这个根据你这个税的 就是说 他那个就是说 啊不要就是来 你那个路面有没有 推三点 业表情有点 表情有点 有点 一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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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什么 是天 一批 一批 我会 我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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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费不贵 你像Cost包的四块五 差点到一百元用电 用那个便宜的电 才是三块三毛五 一百元 便宜的它有三十三亿 然后呢 这个 但是呢 你在家里可能要装第二个电表 你洗个电容多少钱 然后这个石油车呢 在澳大利亚是一般是用油11.1升旧 超过一百公里 是平均值 咱们的小车一般就七八 省一百公里 然后它这个Cost 十五块六毛五 也拍一百公里 就是按照一块一百公里 这个最有效的采油也是五十牛一百公里 是吧 七块五 七块五 跟电比起来差不多差一半 但是实际上就是便宜 肯定的电肯定是便宜 但是你电你要付钱 对吧 然后这个 就是在家里 你要是装的充电器的话 你要是有 买电汽车 你肯定要在家里 有时候你不方便啊 你看 首先 你让建工来赞典家 他就停了十个万 上班我们下班冲上去 够不够 比如说你的电脑箱 什么都在家里 然后还要做那个assessment 要来批准 你还可以 很麻烦的 你看 就是按照Vitara州的话 要装一个要恰的一千七块五块钱 就装一个恰的一千七块五块钱 就装一个恰的一千七块五块钱 然后你还有其他的发费 比如说你拿到家里来 挺麻烦的 反正我看着挺麻烦的 现在肯定有机会 反正在家里放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其他的官备 看得出的 我都从事和我说 你看这个 恰的一块的 人家做班农花会 他有以来推口Service 这些东西 你们都得去建成 你要买个电 就像那个 开箱的 对 将来还是看去 对 将来还是看去 对 什么时候不去建 对 什么时候不去建 除非你的汽油快用完了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 他家要确定 你去消费 消费 消费 这一下子 对 对 对 甭交集 那时候太阳的汽车都出来了 对 还有一个电池 你看电池 汽车的电池 电池的就是说 技术能力发动 你从往往往 从往往往 但是用在汽车上才是在争取 一件事 就是公民数很好 公民数很好 还有开发展 对 对 所以说它的电池的一般 好险的发炎 你要坏的话 就是差利是好 但是换一个电池很贵 你让混动车 他们要换一个电池要五六千块钱 所以说有人买混动车 二手的混动车 一会儿不好卖 他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它那个VCVV比一般的汽车要低 所以说你买二手车 买混动车的时候 还要考虑一下 将来卖的问题 杀掉 对 杀掉 这就是电池 它充电也就是跑多了 500公里 也TESLA最多 150 你看这个最低向上的 MISS 你叫它那样的 有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有一个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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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是他要几担的吗 不是我从网上找的 不是我做的 我要做这个花时间更快了 这个你看 它这个 场面系的 这个汽油车 这是汽油车 它这个都 已经 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它这个差价 差价差几 3000 4000块钱 4000块钱 它这个 车身都差不多 它跟重量 Hydrate的汽油重点 你看它的卖价 是31000 这个卖34000 这个32000 就是4000块钱 4000块钱 它这个耗油量 这个是2.1 就是 搭动机大小 它这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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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买 汽油车 差价一个4000块 一个3000块 它每年可以省 586 所以说 完了你要 五六六七年前 那时候 你要买 财油车 和汽油车 就是说 你这个车 能不能确实什么 那是环保 环保 环保没什么 不是 我就没考虑环保 对 环保没提 我没提环保 咱们就考虑这个 使用 所以说 你考虑环保 所以说 你考虑环保 所以说 你考虑环保 你看 它这个几个 考虑这个 capital cost 就是第一次 你要买多少 花多少钱 第二个 类似有关系 再一个service service 也是比较容易 你看 刚才说的嘛 刹车系统比较好 还有 那个 tiles 这也是小问题 brakes 还有 regulation packing assurance 还有assurance 要比一般的车会 因为它股杂一点 所以assurance 也要好 所以说 总的来讲 你买了买了那种车 我们要做一下 领色的器 就是 自己要做一下领色 比较很大 你看 你可以有这个车 你这个车是不是在城里开 而在城里开 就光在城里开 混动车是没有 因为刚开始 它是停车的 然后 还有一个dizel 这个一个比较 就是说 有的那个 柴油车 比混动车还少 你比方说 你买了大车 7座的 一般柴油车 耗油量的 7升 8升 要用汽油车 13升 差很多 差很多 因为柴油的 一个发动比 效率高 而且 寿命也长 所以说 你要是下一个 你想家里 家里 你买大车 你去买柴油 这就是 有些评论 就是 你买了 这个 你买了 这就是 这就是 有些评论 就是 你买了 车的空间 然后 这个 这个 有些 评论 在网上 跟这个 就是说 你的刹车片 结果结论 就是说 基本上 现在大概介绍了一下 咱们这个 车 各种车 你们大概有个概念 买不买 就取决于自己 本重车 现在不一定知道 买柴的奖励 因为我四周都没买 我当时买 我用马斯达三的 我是土耳其高级的皮座来的 高费 花两万七 我买台奥和抗路 抗路要三万三 差六千每天 油量呢 根据手册上讲 它那个四点几次 我那是五点七 就差两点八 而且我呢 还有盲区监控 blind spot 他都没有 所以说 我结果没买到那个 所以说买 还有点 不一定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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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就是 这个趋势发展越好,可能越便宜,关键它能便宜一点。 美国这一次它是不是在加速期间,它已经上到成熟,就是感激。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过了那个,成熟期了,应该过了车吧,加速。 比方说,Tilefo,Ride4,那个明年车车在澳大亚上。 Ride4现在光有气了,没有理由的形成,而且很漂亮。 所以还有那个Honda,那个Messie Way,加上那个工作,就是我们开车。 这就是发展提示,它那个车价,差价越来越少。 Lexus,它那个混音车的自由车就差了点。 来看,对,要对往来,五六四。 这个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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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到了四百个月。 这个是吧? 没有,现在还有这个。 不过这个都是,技术问题。 慢慢慢慢上升了。 对。 现在你还能开用,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嘛, 你的质量是买了一度,然后就给KB去。 你要KB时间长,你的选择大不一样。 你要是配工短,我一定买这么贵的车,配工短,只有两三年就换,很多人,像澳洲我看,很多人都两三年都换,两三年就换,咱们华人我看,换了一几钱。 有个问题,咱们把凳子摆一摆到前面,咱们摄影师要给您照相。